我叫耶尔范 来自新疆乌鲁木齐 可以叫我小姨 今年25岁 今天来到中国梦之声这个节目 是我家人陪我来的 他们是专程从新疆乌鲁木齐 坐火车陪我来到这个比赛 一直以来我妈特别支持我 在北京资金这个方面 是非常困难的时候 一直是我妈在补助我 名字固然重要 但是作为母亲好像是 我想的努力就好 你欢迎来到中国梦之声 谢谢 星光一一的感觉 我会加油的 非常感谢 祝你好运 好 人得有梦想 得要创造我自己的辉煌的未来 无论结果会怎么样 我一直还会坚持下去 加油 各位老师们好 大家好 我叫伊尔帕来自新疆乌鲁木齐 是威尔帕来自新疆乌鲁木齐 好有型哦 谢谢谢谢老师 我一直都相信少数民族的孩子会不一般的 我会努力的 好来吧 来吧 来吧 哇哦 哇哦 你准备吗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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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准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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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青春想念一样不会来 别的大哑哟 别的大哑哟 我的青春想念一样不会来 别的大哑哟 别的大哑哟 我的青春想念一样不会来 我的青春想念一样不会来 我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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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青春 棒了 正好 好 好 好强的气场 非常感谢 你果然不负众望没给我丢人 谢谢 这张盖森 我很好奇你自己创不创作 我是这样 是四岁开始跳舞 六岁开始模仿麦克尔杰森 然后写歌 作曲 之前全都是我自己学的 你非常的不容易 因为我再短短的一首歌 里面你非常的有层次 非常非常的精彩 你甚至台风非常的好 我看到你项链已经勾到耳朵上了 你都没有让我们察觉 你很快的速度把它拨走 你真的非常好 我很喜欢你 非常感谢 很有感染力 你在跳的时候看到你手上有一个刺青 这是一个人像的样子 这是我母亲 哦 对 她去世了 你刚说你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我母亲是08年 因为病情原因去世的 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小孩 我特想就想有个小弟弟 当初自己也小不太懂事 就缠着妈妈说就 生个小弟弟 生个小弟弟 妈妈当初病情因为很恶化 就医生说就跟小孩生了 小孩是没关系 安全的 非常健康的 可是你的病情是 会恶化下去 所以 我妈就是 就失去了妈咪 今天你家人也来陪你了对吧 对 我现在有完整的家庭 我的新妈妈还有多个妹妹 请她们进来好吗 好 欢迎 好 好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我们是一个完整的 幸福的 美满的一个小家庭 对 对 巴拉是你的弟弟吗 对 我的弟弟 他很清秀 非常可爱 对很漂亮 谢谢 谢谢 我现在的母亲 特棒 特别关心我 特别爱我 一直在支持我 非常感谢她 我趁这个机会 我有一首给母亲写的歌 我唱一下 我就唱那么细句 好 非常感谢 谢谢 你 大概 好 我 哪 我愛你 我愛你 你愛你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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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我放下了 我把我放下了 我的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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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快乐 真的 看到他们那么健康 这就是我的幸福 你把我唱哭了 我参加这个节目 我想好了第二季来 不能再流眼泪了 但是你没有向我们 哭诉你的悲情 而是你笑着说慢慢走了 但是你现在拥有一个特别好的 一个和谐的家庭 我说一句 我这个导师不该说的话 我觉得你就是中国偶像 非常感谢老师的任何 非常感谢 你知道这种爱的力量 非常的感人 非常的幸福 我相信爱可以排除一切的困难 也可以让我们的人生都更完整 谢谢你们 谢谢你 谢谢你老师 我们要谢谢你 让我们这么感动 全部人一起来啊 好的 一二三 过 恭喜你加入武将学院 我就是下一个 天赛赛 热棒加油 热棒 更多独家视频 尽载乐视视频APP